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红树林小小主播新闻,我是黄雨璇 为了让防灾避难演练更逼真,日前三支区公所邀请专业的教官 布置了农烟教室与灭火器灭火的课程 让同人们亲身感受火灾发生的现场 养成正确的陶酸避难观念 灾害发生时,大家才能够临为不乱,自教教人 三支区公所为了要让公所同人从平日里建立灾害发生时逃生避难的观念 今天在区公所内邀请到专业的教官来为大家讲授逃生避难的观念与案例 不过只有案例不能够让同人们拥有灵场感 因此还特别布置了农烟教室以及灭火器 灭火的桥段要让同人们对于逃生避难有更深入的了解 那我们今天也特别请讲师来帮我们同人做一个灭火逃生 还有通报的演练 那这样子我们公所可以有更大的能量 就是假如说我们当公所发生了紧急的火灾的时候 我们同人都可以做最好的应变 到等一下我们还会进行一个这个烟雾的体验 那这样子让同人知道说在我们农烟火灾农烟密布的时候呢 体验一下这个空间临场的感觉 让同人模拟一下这种灾食的环境 让大家更可以了解到其实火灾是很可怕的 看起来会令人窒息的农烟从教室里传出 公所同人们看来都有些却步在教官教导正确的农烟逃生姿势之后 大家都压低身体顺利从后门逃生 另外灭火器的灭火训练还有里长也一起来参加 让演练与正确的防灾避难知识扩及至里办公室 我们公所也做一个消防的演练 那希望说借由这个演练能够帮助大家 能够知道如何灭火防灾跟防震 那这边也特别要来做个宣导 因为根据我们那个各项的一些讯息来显示 那大概三四月份的一个地震发生的频率可能也会比较高 也呼吁大家务必在平时能够多做好一些防震的一个准备 希望如果真的有灾难发生的时候 我们都能够有最好的一个准备 最后还有消防队员出动水管拉起水线 让公所同仁们感受水线灌旧的过程 还有感受灭火可能需要的水压力大大小 借此也建立正确的讨生避难观念 也让同仁们知道当灾害发生时该如何自救与救人 记得拉平函三支采访报道